每年夏天是賞花的好季節 台東太馬里金針山的繡球花陸續綻放了 大片藍紫色花海唯美又浪漫 讓人就像是置身在人間仙境 花期預期會一路延續到7月份 不過受疫情影響 上山賞花遊客比往年少了快一半了 不用人擠人就可以享受到繁花盛開的美景 走入花境繽紛繡球花開滿步道兩旁 片片花瓣團促成圓滾滾的花球 花色隨著土壤酸鹼橘不同 呈現出藍綠紫黃等色彩 大片花海盛放唯美又浪漫 彷彿置身人間仙境 遊客紛紛拿起手機相機 站在花叢中拍美照留念 整座山都藍藍的花 一球一球的 而且山上比較涼 覺得說很顛簸 路都是不好走 但是來到這裡是值得的 每年5到7月 是台東太馬里金針山的繡球花期 當地農民在幾年前 打造長約1.5公里的繡球花廊道 600多株的繡球花陸續綻放 畫面美不勝收 民眾趁著週末假期 上山賞花兼避暑 在美景中擁抱自然分多金 疏解疫情之下的緊張與壓力 不會很擔心疫情 做好個人防護跟衛生的部分 一開始我們是設想說 我們可以找一波來看金針花的開放 結果沒想到沒有看到金針花 看到了美麗的繡球花 迎著陽光美麗綻放 太馬里金針山不只有金針花 民眾在7月底前都可以上山一堵 繡球花的美 若是錯過了也沒關係 緊接著8月進入金針花季 屆使民眾還是能夠上山朝聖 繼續上一會 台馬里香報導 感谢观看